各位好 我是德国知识 今天是正月十五是元宵节 其实我们南方人至少我的老家 没有这个正月十五吃元宵的习惯 但是既然这样我也今天来做做元宵吧 在德国有糯米粉麦 所以我也买到了 我今天来做做一边做一边说吧 我有些话我想说一下 因为这段时间 老是全国这个新冠病毒的情况刷屏 而且每天都非常关心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心也很累 特别是关于李文亮医生去世 去世件事情啊 在全国 不管在全国好像全世界 特别是华人的地方 都这个反响非常大 有正反各方面的意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 有的人说什么找出真相 有的人说他不是吹哨手 有的人说他是 我作为一个在远远离中国的华人 其实没有权利去争论那么多 而且什么是真相呢 谁能够找出真相 我认为这真相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可以肯定的是 某些势力掌握着话语权啊 所以很多时候就谎言重复了千遍 就变成了真理 就是变成所谓的真相 所以说我的理解是啊 只要是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真相 而在像目前这种突发灾难的时候 政府是不是应该让民众知道 完全知道真相呢 如果知道真相之后 引起恐慌 那又怎么办呢 如果大家都往外逃 最后是不是会形成全国性 甚至世界性的交叉感染 这种人类灾难与信息的透明 这个角度谁更重要 是到底是信息透明更重要 还是信息透明之后 人类的灾难无所谓 反正信息透明就得了 再不灾难不管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个度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 每个人都应该谨慎的去思考的 而没有绝对的非白直黑 或者是非黑直白的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啊 而且现在因为李文亮一生去世的事情 我觉得出现了 网上出现非常多带风向的东西 好多是海外的 甚至现在这龙印台也跑出跑出来刷存在感 批评这个中国大陆的政府 我只能说啊 国际形势险恶 中国大陆人还有绝 我还是认为绝大多数海外华人 当然也包括一些港澳台的同胞 是肯定希望中国不要有内乱 其他的国家嘛 特别是我刚才在那个另外一个 视频里所说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有 跟中国有竞争的国家 肯定是希望中国从内部自己乱起来啊 最好能够推翻中国政府 然后互相仇杀 内战 以致分裂 这是 绝对有很多国外 特别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外国 他是希望中国 看希望看到中国这样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年来 国外的媒体特别是西方的媒体 因为我接触我在这里 我在德国生活 所以我接触的一般都是西方的媒体 当然也可以从网上接触 其他国家的媒体 我发现了这一年多来 西方的媒体明显是 默黑中国的越来越多 作为与病人打交道的医生 李文亮医生的去世 当然是令人痛心与惋惜 政府已经做了最快的供伤补偿 今后的供养清水 腐血经也会按照规定办理 网上又有批评的浪潮说 供伤补偿太少了 但是我想这应该是有章可循的 我认为这不应该搞特殊化 不应该是因为他在风口浪尖上 然后政府给他特殊化 我觉得这不应该 就应该是照张办事 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且当下全国有无数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医生 护士们 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们 这些都是伟大的人 特别是医护人员 因为他们被感染的风险是比其他人要高 他们都是我认为非常值得或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我是参加过31年前或是30年前学潮的人 我从自己良心出发 奉劝各位不要以一个个体作为借口搞乱一个国家 否则这跟当年的阿拉伯之村 没有任何区别 大家一定要警惕 大家还记不记得阿拉伯之村的起源是什么 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摩洛 不是在图尼斯 一个小贩 一个年轻的小贩 在街头应该是被执法人员怎么样打了 抓起来了怎么样 后来就是因为导火索导致了 开始的时候在图尼斯引起了大规模的 叫什么自发的游行示威 我只能说自发可能要打个引号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内幕是什么 后来这样的示威浪潮 就吸卷了整个阿拉伯国家的世界 当然有几个所谓的集权的国家 或者是也有民主国家 他进行了镇压 这反正西方也不管 比如说在巴林好像怎么了 他因为是应该是美国的盟友 所以他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 但是美国没有说对吧 还有在沙特阿拉伯也出现了政府的镇压 好吧 我可能要扯远了 就是说如果是因为他的李文华医生的去世 而导致大家有一个情绪发泄口一样 发泄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千万不要导致整个国家乱起来 有的在网上说要推翻什么什么 这个政府这个政府怎么这样 没有不让人民有知情权 没有人权 没有自由 怎么怎么样 又发展到这个方向了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警惕 我觉得当前最紧要的是集中精力 与疫情做斗争 等疫情过后 其他事情 我相信政府肯定会与人民一起妥善解决 然后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而且很多事情呢 不会就是一下就可以把它解决 很多事情就是要按部就班 一一能够解决 我相信这个政府有这样的智慧 我想说的是 刚才我说了 我30年前参加过中国的学潮 但是现在我我认为 我是要挺这个政府 我并不是说拿了政府什么钱 你可以说我是五毛 我说说我是小粉红 老粉红都无所谓 我只是凭我良心的说话 大家可能也看到我的一个手不太正常 因为我在我其他视频也说过了 我的手小的时候受伤了 因为家里火灾 当时家里面没有大人 我一个人坐在河火边 后来火烧起来 把我的手把它烧伤了 当时我们中国的医疗条件非常差 在农村是没有医保的 而且父母要干活 所以这样我的治疗就错过了 可以这样说吧 在德国很多事情只能够是自己动手风一族食 所以我出国之后学会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做汤圆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要什么技术 如果你不想有馅 其实你就把它这样用水啊 用冷水把它糯米粉把它这样开一下 弄成这样就可以煮汤圆了 其实不困难 如果你想有馅 比如说我这里是有芝麻馅 我也可以把它包进去 但是包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开会开链 这样煮出来的东西就不是特别好 可能比如说这个我就做的不好 等一下我就不煮它 我先搁在一边吧 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 而且作为民主人士 现在有意无意的 以李文亮一师去世为借口 呼吁要推翻中国政府 那他们安的什么心呢 刚才我说了 你扣我吗 无所谓 这个政党 这个执政党被推翻了 中国的民主了吗 就发达了吗 人民的生活水平 治安医保环境这些 就可以赶上你们心目中 完美的灯塔国了吗 国民党人就不要来称什么 咱来称什么热度了 我看不起你们 一个有无数党产的政党 被民进党攒尽杀绝 可以说现在沦落到随民正随民进党起舞的小丑 一个这样一个政党 那你就不要来再来什么想统治大陆 其实你即使你还想统一中国 那也轮波到你了现在对吧 只要你还像原来那样 没有出席的话 那中国在你手中照样也完蛋 中国曾经被你们治理过 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 就不要来祸害中国了 民进党 这是一帮诅咒中国下地狱的不孝中国人 今后这个党会死得更加难看 所以希望他来统治中国 大家可能就太阳从西边出那天再看 所以我再一次说 请大家不要因为一个李文亮 而否定这个政府这些年来 带领全国人民 搏乱反正 眼看着很快就要超越灯塔国 请问民主的印度可以吗 民主的台湾族群撕裂 各党派恶斗互相扯皮 这样的党或者这样的 政治体系能给中国带来繁荣吗 能给中国带来稳定吗 如果大家每一个政党之间 还有它的群众互相都攻击对方 互相撕裂 这整个社会撕裂 那整个国家 整个中国怎么样往前发展 天天搞选举 天天台湾说的是选战 那国家的经济还要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冷静思考 没有一个政党 没有一个政府是完美的 你看 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或者一半人 每天都在骂川普 对吧 他也不完美 德国也更不完美了 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 我德国的先生还跟我大骂德国的政客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的情况也非常糟糕 政客虽然德国也是所谓的民主政体 但是所有可以说我我认为所有的政客 西方的没有一个是说有崇高的理想 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 利欲熏心的人 大家不知道吧 德国的 比如说他州的议会或是国会的议员 有多少那个好处 比如说干嘛两届之后 他是不管你干嘛两届 比如说你19岁18岁 能够选进国会 那么你28岁做买之后 你一生就不用工作了 你就可以领到非常高的养老金 8年啊我的天 然后各种补助 各种好处 如果你当的是要职的话 下来之后两届之后下来之后 你可以到各个企业去人家聘你当顾问 然后给你很多钱 他们这些人是与这个社会脱节的 在德国 现在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老人 去捡那个瓶子啊 去就是去垃圾堆里面垃圾箱里面 去翻那个瓶子 德国的瓶子是有押金的 两毛五就是人民币大概两块钱一个 很多老人退休金非常低啊 就老德国的老年贫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按照德国的统计数据 德国老人平均啊就退休的老人 可能只有人民币几千而不到1万人民币的那个退休金 一个月在德国这样的社会 然后呢他们要从这1万块就算平均1万块吧 人民币要自己买医保买医保在德国 像我们现在我们一个月买医保 人民币就是一个雇员人民币 要大概3000块人民币左右一个月 也就差不多400亿元 但是他是退休人员 所以他只花一半的钱买就可以了 另外一半是医疗保险公司帮帮出的 那也要100多200亿元呢 也就能要1000多人民币啊 德国现在很多老人大部分人呢 他自己就自有房的率很低的 不超过应该是可能就是百分之五六十 而且是这样 他是农村的 在农村住的人自有房的率比较高 在城市的绝大部分都是一生一世都是租房的人 我以前也是当租房客的时候 在一一栋屋里面住 有老人是80多岁的 他们也还是照样在租房住 也就是说他如果是 一个月只有一万人民币左右的收入 就退休金 他们要买养老保险要花1000多 然后房租如果是 两个人住的话 一套房子 房租一个月 现在至少像他们签的合同比较早 那一个月也要4000到5000块钱 是想想看 现在你看看四五千 还有每个人都在自己买养老保险 不是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那又得3000去了 也就是这里就七八千了 还要吃饭呢 如果是两个人 一般来说 德国女的退休金要比男的少很多 也就是算你一对老夫妻吧 他两个人15000一个月的退休金 两个人一起 你看看 刚才说了房租要几千 然后呢 医疗保险又几千 就是去了七八千了 对吧 八九千可能 那甚至还还要吃饭呢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啊 连每个月这生活费都成问题 因为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积蓄 所以以为这养老金能够 给自己带来好的生活 但是现在的情况这现实是很残酷的 所以现在德国老人贫困 是在德国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这个失败了 你看开了打开了 现在也关不关不住了 等一下我只能扔掉他 因为现在是越搞越 越弄越麻烦 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 就德国这老人啊 是贫困的问题 所以你看这个国会的议员 他现在与人民的距离非常遥远 因为他每天出门就有钻车 然后呢 从来没有接触普通的民众 如果是全部取消的专车制度 让他们每天做公共公交系统上下班 跟普通民众的接触 他们才知道这社会 现在有好多贫困的人 他自己不知道 刚才说了与民众脱节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为什么德国这两年 极右的他们是打成极右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他的法律 允许这党派存在 那就应该是合法的政党 就不应该乱贴标签 对吧 他这几年德国特别是2015年 就是大量的难民放进来之后 德国有点偏右的 我说不是 我不能说他是极右 我说偏右吧 就是以德国人的叫什么 以德国的interest怎么说 德国利益为主的 为德国利益打拼的政党 他的政党现在越来越强大 但是德国的媒体 还有德国的政客 就把他当当打成极右政党 这个政党越来越强大 就是说明德国人的呼声很高 在私底下呼声很高 而且就是在社会上是不能够 自己大声的说 我选了这个政党 是不能说的 这政治气氛非常的压抑在德国 但是德国是这样 它是真的是圣母表的 左派圣母表的国家 是只准往左不准往右的国家 就是说你的政治主见 你是不能够说 如果你是偏右的话 你一说那整个社会 不是整个社会 就整个媒体 还有公司里面 它整个社会气氛就非常压抑 就打压网右的气焰 因为德国可能是为了向世界 展现自己 不会再犯二战希特勒手的错误 所以就从原来希特勒的时候 特别极右 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变成极左 这也证明了当时 这也就很好的说明当时 为什么2015年的时候 德国把他的国境打开 让要百万的难民进来 这些难民 我在另外一个视频去年就说了 其实很多并不是真正的难民 很多就是因为德国经济要比 比如说非洲或中东好 所以是跑过来 是捞经济好处的 它并不是真正的像有战争 那种迫害的那种难民 说来说去扯远了 就是说 呃不要以为这西方国家 就是是非常民主 然后呢 就是一非常完美的国度了 好像有民主之后 什么问题都完全解决了一样 其实并不这样 还有人说我在另外一个视频 我也说过了 有的人老说就甩这样一句话 既然德国那么不好 中国那么好 那你为什么不滚回中国去 这我就不用再解释什么了 如果你有这个兴趣 去看我另外一个视频就好了 我专门做出了说明 我为什么不回中国 或是我为什么不能回中国 其实 有很多人还不知道 因为是新加入进来的 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我不是 六四之后我逃出来的 我是94年已经过去5年了 我在国内工作过 后来我94年 我出国了自费留学的 我没有拿任何人一分钱 没有拿共产党一分钱 所以我不用跟帮谁讲什么好话 我是94年之后 我自己自费来德国留学的 留学之后毕业 那我就后来就留在这里了 因为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 我是同志 这没有什么值得炫耀 或是也我不用隐藏什么 我过我的生活 我堂堂真正做人 不管你的理念如何 你接不接受 我就这样堂堂真正做人 我没有给这个社会带来任何负担 我也没有给国家抹黑 我也没有给社会造成什么混乱 我每天兢兢业业工作 然后交税 不违法乱纪 我在这个国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我的身份 所以我是堂堂真正的 好 现在我们现在就把元肖 我刚才做好了 那我就放进去 怎么 我现在 好 我就把元肖放进去 做了几个 里面我放的生姜 因为我昨天我煮了一下糖水 就是姜糖水 就说有些人他 他为了喷我 或是不同意我的理念 然后一上来就是说一句话 不同意 不支持西方民主自由观点 你回到你的灯塔 什么书圈国 共匪国什么都说得出来 我想回去也回不去 我也没必要给中国现在的政府 唱战歌 我就是 见过了之后 在西方 生活二十多年之后 我看清楚了他们所有的一切操作 这个体系也并不是说你们 有些 就是 我觉得吃了民主毒药 这民主对他们 门来说好像是一种信仰了 就由不得人说他的不好 一说他不好 就认为你是 共匪 你是 粉红 你是五毛 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只有黑白 这两种颜色 没有其他的 对他们说民主自由就真的变成了宗教 是一种信仰 我德国先生他今天早上就跟我大妈 在我面前大妈德国政治生态 大妈德国政客 不为民作主 只想到自己好处 反正就是说 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 不要把西方想象的特别完美 我甚至很担心 假如新冠病毒发生在德国这样的社会 整个社会怎么办呢 因为这政府是没有什么号召力的 也不可能把比如说一个整个州 或者一个城市把它隔离起来 绝对不可能 如果这些人到处乱跑 那不是给整个国家 或者整个世界都会传染到吗 这我真的不敢再往下推理下去 因为确实我认为非常危险 其实政府的执行力很差的那种政治体系 如果发生了什么灾难 是确实是对整个国家 整个可能整个社会 另外给整个世界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灾难 我是这样推理 我记得应该是2005年 当时是小布什的时候 有一个马里亚拿是什么 那个暴风在美国南部的那个什么州 当时他正在度假 后来实在全国的人都骂他 他才回去 提前接受度假 然后去现场去看 然后当地的飓风现场 因为政府旧灾不利 所以很多人疯抢的 发生枪战的 抢劫食品的 什么都有 然后军队派来的军队 本来就是维持持续的 后来军队呢 他竟然好像开枪把混乱的灯杀了 这是这样好像吧 如果是我记错 大家可以帮我纠正一下 我不太记得很清楚了 因为是我突然想起来的 就是说 有些东西并不是说每个社会都很完美 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这种碰到大灾难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中央这种集权的这种体制 可能更能够战胜这种灾难 我是想表达这一点 而且每一次中国有大的灾难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中国人 我其实按照 就是说 定义来说 我现在不算中国人 因为我拿的是德国护照 应该算海外华人 对吧 但是我肯定不管到什么地方 到哪里 我都会说I'm Chinese 我就中国人 我就认同我是中国人的 对吧 你承不承认是你的事情 我自己认同 不像有有个岛的人 连自己本来自己祖先 自己的可能祖先的墓碑 墓之名上面的上面都写上 是比如说顾鱼什么 亲 然后亲顾什么东西 祖籍哪里哪里 都有自己的祖先的墓碑 上面都有 但是自己 承认不是中国人 而是骂是中国猪 怎么怎么样 这种人 我是完全我看不起的 记得好像是应该是20年前 还是20多年前 陈水扁啊 蔡英文都去过大陆去寻根问祖啊 也就是说他们也是来自大陆的 对吧 来自中国大陆的 但是现在他们要搞分裂 说来说去好像又跑题了 这并不是我今天说要主题 说来说去吧 我就说我现在是我在做汤圆 我就想起什么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汤圆浮起来了 已经开始有点 看向了 这吃相不错 你看 等一下我放一个鸡蛋进去 对我打烂可能更有营养一点 其实啊 在德国这个社会真的是 也是大家非常不满各种抱怨 也是每个党对另外一个党不满意 民众每个党每个党的民众 也是互相骂另外一个党的信徒 所以这个社会啊 其实其实撕裂是蛮厉害的 我德国先生就说了 他说不要管那么多 现在德国是完蛋了 因为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越多 就越失望 德国的移民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宗教的冲突是更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另一个绿教 他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只有这民主制度不做什么改变 还是一人一票选举的话 总有一天 他的人数超过你的时候 肯定会选出他们宗教的 那个信他们宗教那个领袖 然后把这个国家带领到什么方向 也不知道 而且这个宗教是特别啊 不接受其他的想法或生活方式的 那么对所有的信 就异教徒来说 可能未来是非常非常黑暗 特别像我们这种同志身份的人 就未来更不好看 所以我老公就说了哈 只要有可能有钱 就把它弄到中国去 把它存起来 但是我心想中国就安全了吗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所以到时还是听天由命吧 当然肯定我们会把一部分的钱放到国内 另外一部分钱可能放在德国 另外一部分钱呢 可能放到另外其他的国家去 有一点钱 虽然我们钱不多 但是为了保命 为了以后生活 退休以后生活好一点 肯定要存一些钱 对吧 到时退休的时候 可能把房子留一套自己住 其他全部卖了 然后把这钱把它放 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面 放到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放到中国大陆啊 还有放到瑞士啊 谁知道什么地方呢 一部分放到德国啊 反正我的老公就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德国的希望 德国的希望不仅不仅是德国 欧洲也一样 以后是非常黯淡的 他说他不像我出了在那时候可以跑到中国去 我说到时你跟我一起去肯定可以啊 中国政府应该 暂时的时候应该还会有难的时候 只要是我能够说他是我的朋友 怎么怎么样 是个好人 可能会发一个签证吧 希望如此 不过我不相信会有那么严重的一天会到来 我确实不相信 至少我觉得这二下十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吧 只不过就是说欧洲或西方国家 整整整整个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 已经走到一个走到一个瓶颈了 德语的词就是Zagas走不到走不走不通了 肯定要找到一种目前不同的方式 也可能是一种像中国那样的跟西方的民主 所谓的民主自由选举的这样一种结合的制度 可能更好一点 像中国的制度 他就是说他的号召力 政府的号召力比较强大 然后呢干什么事情效率比较高 但是同样也存在一种风险 就是说你是昏君和明君的风险 我觉得还是有些大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这可能二三十年 因为改革开放前这二三十年走过的弯路太多 所以这集体制之后呢 他可能总结出了一套治理的经验 选拔领导人的体系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可以避免这昏君呢 再可以避免昏君再产生出来 不像那个老毛的时候 所以说现在这样出现昏君 可能在中国相对来说这个概率比较小 但是只是说概率 只要有概率 也就是说也有这个可能性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今后要找一种更加适合的方式 就是我认为呃像西方这民主制度 这种没有效率的制度 但是呢可以保证呃人相对有一定的自由度 然后呢可以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 这样一种制度 能够保障 相对来说保障个人权益的制度 然后跟中国这种比较有效率的治理国家制度 这样结合起来 我认为可能更好一点 好吧 你看我这个汤圆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我现在呢先把一部分汤圆把它把它弄起来 然后呢再把那个鸡蛋打烂进去 因为呢有的人可能不不太喜欢吃有鸡蛋的 那我先把它剩一碗出来啊 叫盛还是盛盛吧盛一碗出来 我的普通话并不是很标准 因为呢我是南方人 然后呢出国已经二三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 平时讲普通话的机会非常少 我们那个年代受的教育不像现在 因为现在从幼儿园就开始学普通话 我们那时候连老师都不会说普通话 别说我们了 我的普通话 那是我到北京上学的时候自学的 就不是说自学 在那里练出来的 可以这样说吧 好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是我做的不太好 它是有这个线 因为它有点露出来 我又把它粘紧了 所以变成这样 其他的有的有线 有的没线的 好 现在我就打一个鸡蛋进去把它打碎 两个吧 一个可能可以的 是两个吧 那我要用个筷子来打可能更好一点 更碎 或是用 用德国这种东西可能打得更烂 汤圆做好了 我不仅会做汤圆 还会做很多东西 比如说包子啊 花卷啊 我都会做 还有些南方的那种粑粑 我也会做 好 我可把它打碎 然后再煮一下就可以了 这颜色很不好看 你看打碎 放了那个鸡蛋进去之后 颜色很不好看 但是好吃就可以了 我觉得两个鸡蛋太多 我第一次放 我觉得太多了 这鸡蛋 看吧 好 那说来说去 啰啰嗦嗦 已经讲了蛮多东西了 可能有二三十分钟了吧 就是 我的想法就是说 这个社会没有完美的制度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 李文华一生去世 这事件 然后以这个为突破口 然后发泄 然后给整个国家造成混乱 甚至动乱 我是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中国绝对不能乱 绝对绝对不能乱 因为只离世界第一 只有几年了 就是只差一步了 就可以达到世界的支颠了 当然达到世界支颠 是指整个国家14亿人 14亿人的经济实力 会达到世界第一 其他科技军事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这是复兴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能够中国玩 千万不能乱 我的老母亲都说了 他当时是地主成分的 他也挺政府 他觉得政府 特别是这40年来 给了民众很多的自由 只要你不去接上去 做一些政治活动 一定要推翻政府这样的活动 你在中国 其实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都自由度其实非常高 只是政治方面的自由度不高而已 对吧 这我想大部分大陆的公民都承认 只要你不反党反政府 那你做什么事情 在法律 在法律范围之内都可以 不会有人打压你 而且如果是从自由度来说 中国能够发展起来 与他与政府给予的经济方面的自由度 有非常大关系 你想办什么企业 很快啊 效率很高啊 没有像德国这样的调的框框太多了 所以束缚了人家手脚 所以说千万千万千万不能乱 一定要挺住 我相信雨过天晴之后 就是这个心情肺炎过后 我相信中国就像凤凰一样 哎 叫什么涅槃重生对吧 然后中国人我希望通过这次 能够从卫生的饮食的角度 又有个大的提升 有些东西真的不该吃了 就不要再吃了 因为现在并不是食物短缺的年代 你一定就没有东西吃 你饿不行了 就才要逮到一些那些奇怪怪的野兽 来冲击 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 现在很多人还要减肥的时代 那为什么还要去吃一些 本来 或者可能你原来不知道 它是带病毒的东西 或是属属的东西 这病毒的属属的东西 那就不要去吃它了 好吧 我就希望中国经过这次新型病毒的肺炎之后 能够站起来继续往前 然后真正的做到我们每个真正的中国人 每个华人希望的民族的复兴 这让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能够过得也更加有面子 因为现在真的在国外歧视中国人 或者歧视中国的现象非常的严重 越来越严重 我想每一个在海外生活有一段经历的人 就知道能够你出来光是旅游你是体会不到的 一定要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你才能体会到一个祖国的强大 那对全部的华人 不仅在国内的华人有多么重要 好 这是我真的要停下来了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我就吃汤圆了 希望能够好吃 我自己也有勺的 这些东西在德国都可以买得到 看看好不好吃 非常好吃 有生姜的味道 还有红糖 确实很好吃 好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